龍...龍...龍有很多寫法 粗刀戲...粗刀戲...粗戲是一定要做的啦 既然不是寫鐵線鑽 一定要做粗戲 否則就可惜了 清朝的鑽書我覺得韻味強過技術 所謂技術就是那種一絲不苟的技術 清朝的鑽書技術比較鬆動 看起來很有毛筆的味道 詩有寫過 無浪師寫的... 還蠻特別的 照理說這個是寫直的 不過無浪師寫的是歪的 好 上面早一點歪 早一點歪的話 下面就可以打得開 打得開上面就... 看起來重心就會偏高 然後... 稍微往旁邊打開一下 長一點可以加一點粗細...提案 讓字看起來比較有趣 好 因為要做... 向中間腰伸 所以這裡要收緊 這裡收緊 再張開 好 鳥啊... 鳥無浪師寫過 不過它那個字體少了... 感覺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筆畫 那我就盡量寫標準啦 你要寫它怪怪的樣子 無所謂 不過我還是寫標準 所以怪怪就說... 上面這一個不算 下面應該有三個筆畫 它把這個減省成... 兩個筆畫 這裡應該一個... 兩個... 它直接就算寫完了... 事實上它應該再多一個... 應該三個才對 不過因為它大書法家啦 基本上它寫錯我沒當作對啊 好... 左右要對稱 第一個簡單... 第二個就要照它的弧度啦 這個中軸線可以拉長一點... 但是上面間隔不要拉長喔... 下面還是要收緊... 維持一定的緊湊... 因為這是中弓嘛... 收緊... 因為只有一個字啊... 所以... 稍微拉開一點... 免得寫得太窄... 黃... 黃... 黃無量子寫過啊... 這個黃也有很多寫法... 那無量子這次把上面寫得開... 上面寫得長... 然後中間寫一橫... 事實上這裡可以寫兩橫... 如果你要兩橫... 你就要寫長一點... 黃的話是上面窄下面長... 王에는feat會寫中的話... 他丫明平已經爬長了... 他女啊... 有點姿態... accounted 婀娜多姿啊... 阿有鴨啦... 她嗯.... 那igne... 下面有1,所以上面要寫扁一點 扁一點就把這個往旁邊伸 不要往上,往上它就會長得高 刀,下面是1,可以寫扁一點,所以它會稍微拉的寬一點點 好 好 這個頭可以長一點,因為筆畫少,筆畫少的時候就想辦法稍微增加一點長度 中間上面,這裡是中宮 中宮收緊,往下拉長 所以這裡不能太大 這個就不用太長,左右要對稱,算好 好 算了,弧度跟長度 好 這個可以生長 好 加一點出息 好 好 好 符,符旁邊是周喔,不是月亮的月喔,不要寫成月 因為這個古代有這個字 那你就不能亂改 這個為什麼要寫在這麼上面,就重心讓它偏高 下面可以拉長 下面可以拉長,但重心通常都偏高 下面可以拉長,但重心通常都偏高 除了擠一些特殊的字 否則轉出偏高是正常的 好 E的筆畫少喔 這個大一點點 讓它看起來有一點份量 做一點粗細 努力的對稱 努力的對稱 中攻收緊 下面拉長 對稱 上 好 先把難寫的寫一寫 這種最難寫 因為長度弧度都要對稱 這種最難寫 上面通常不深長 即使上面還有這個筆畫 這個也不見得要頂得很長 因為轉輸的上面其實都比較壓抑 下面拉得比較開 這轉輸的結構特色 所以上面 除非有特別目的 否則上面不用拉得特別長 讓下面拉長 好 像這個就可以拉長 像這個就可以拉長 好 推 推手 它的追 它的追 有寫過一次 長得還蠻奇怪的 我就照它的外怪的方式去寫 好 上面要靠近喔 上面靠近 上面靠近 這下面留很長喔 故意的喔 它一般從這裡寫下來就好 它很喜歡從這邊頂出去 它有寫過 從這邊頂出去 感覺是覺得怪怪的啦 喂 喂 左邊的人啊 人裡有很多寫法 然後旁邊是一個立 轉輸 這裡就不要拉太開了 空間有限 拉長 拉長 這不用拉到底喔 拉到底這空隙就太大了 太大字就會鬆掉 所以看起來 橫畫是不壓底的 反而這束畫拉得比較長 讓 讓 笔畫很多啊 旁邊的圓道是也不用寫特別大的 留多一點空間給旁邊那個字寫 老老實實的 也不是小小的這空隙不用 不用把它佔滿 不用上面佔滿下面佔滿 因為它比畫面那麼多啊 你說佔滿可不可以 可以啦 因為轉輸有時候也是故意把它空間填滿 會有那種情況 所以藝術常常會有很多例外 所以有時候我們講課的時候不敢把話講死 講死你就完了 因為藝術就是無限的可能 你就不知道哪個大書館 這樣哪天突然就 你做不行的東西 他寫得非常好看 就莫可奈何 好 剛才這裡不拉低 這樣整個值就會提高 如果把這支拉低 他就會拉得太寬了 果二也是要把它拉長 轉輸偏長 然後下面有點弧度 這樣看起來比較好看 上面方下面圓 上面還是可以靠近喔 等於下面這裡空隙還是很大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 因為這裡可以東西有筆畫可以拉動 它可以拉長 所以這空隙就會 重心就會偏高 有時候要先算好 這個可以拉長 注意間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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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拉長 做點粗細 做點粗細 做點粗細看起來會有韻味 老虎這個虎步啊 很難寫啊 所以我的寫法是我的習慣 我自己覺得我這樣寫比較能控制它的長度 那至於別人怎麼寫啊 你可以試試看 傳書法沒有一定的技法 下面一個無字 這個詩前面有寫過 這個步手 它可以有這一盒也可以不要這一盒 那我們有時候寫有時候不寫就是一個變化 當然你可以全部寫或全部不寫也可以 傳書比較沒有像行草書 行草書就一定要很多變化 傳書還好 弧度啊 好 唐喔 跟現在一點關係都沒有 上面長兩隻天牛角 旁邊這兩個可以靠近也可以分開 因為它寫過 寫過是分開的這一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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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